在江夜的故事结局中,宁缺画出了人字神符,将灌主击杀,并破开了浩天世界。 修行者们都能感觉到,浩天世界压制修行者无数年的规则已不复存在,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 很多修行者在忽然间便获得了突破,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。 但他们还没来及庆祝,便要迎来一场生死考验。 当世界重新回归现实,一时间由于引力作用,无数域外陨石破空而至。 如果这些陨石都落下来,新的世界在片刻后或许就将不复存在。 宁缺望向天空,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,又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。 因为,这与他曾经的世界略有不同,跟佛陀和叶青所预言的世界也不同。 此刻所有人都准备着殊死一战,抵御陨石的冲击,但他们却没有出手的机会了。 因为夫子再次以号月之身,替人类挡住了所有陨石的攻击。 陨石撞击着月球,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声,地面上的人们也似乎在感同身受。 不知过了多久,巨响声终于停了下来,月亮表面已被撞击的坑坑洼洼,或明或暗处还能看到喷涌着的岩浆。 这样的月亮着实不好看,甚至是丑陋,但在人们眼中它却依然完美。 天不生夫子,万古如长夜。 夫子在人间守护了千年,今后大概也会万年,一年的默默守护着新的地球。 夜晚消逝,清晨来临,当朝阳从东方缓缓升起。 灌主看着湛蓝的天空,对宁缺说道,这感觉确实不错,但人已经变得不再像是从前的人。 人间还是我们在意的人间吗? 宁缺表示,人生活的地方便是人间。 画阴刚落,天空里忽然出现了一道笔直的白线,随后是很多道白线,划过天际,向着大气层外飞去,画面微微壮观。 灌主仔细望去,那是很多的修行者选择了飞出地球,去探索欲外世界了。 灌主喃喃地说道,有些意思。 说完,它变成无数光点,消散在了新世界的第一道尘封里。 旧世界破碎后,浩天却并没有死。 原来,浩天与人类本就是一体的,它并不是这个世界冰冷的客观规则,而是人类认识的世界的规则集合体,所以它可以随着人类的认识一道成长。 此刻的浩天已完成了从神变成人的整个过程,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类。 本集完